女孩拿着满配98k瞄准远处的射击目标 可正要开枪时镜头中却出现一只强壮无比的北极熊 几人顿时就慌了 眼看对方越来越近 小辫子突然举起98k打中了北极熊 就在他们以为危险已经解除的时候 却又听到了恐怖的嘶吼声 那北极熊竟然再次站了起来 并且朝他们猛扑过来 一旁的小女孩吓得呆站在原地 小辫子本想再次射击 可由于太过紧张 手忙脚乱的她迟迟装不上一颗子弹 眼看北极熊已经近在咫尺 而自己的妹妹又陷入危险之中 关键时刻小美赶紧将小辫子推开 结果98k迅速装填子弹 在北极熊扑倒妹妹的那一刻 果断朝她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看着倒地的妹妹 小美赶紧上前查看 好在她并没有受到伤害 几人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现场 却并不知道北极熊不但没有死 反而从眼睛里冒出一只可怕的寄生虫 回到小镇后 他们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了其他小伙伴 路过的警察看到这么多小孩子聚在一起 于是便上来问他们在这里干嘛 可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们却集体保持沉默 毕竟是偷偷拿着家里的猎枪出去玩 还打死了当地的一只保护动物 这要是让警察知道了肯定会引来麻烦 殊不知就在另一边 一只寄生虫已经来到了码头 正在工作的渔民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突然地上的绳子被拉了过去 渔民的脚刚好被绳子套住 就这样被拖进了水里 而此时跟其他人刚分开不久的小辫子 却再次回到事发现场 他惊奇地发现北极熊的尸体竟然不见了 好奇的小辫子开始四处寻找 却看见一只野鹿正拖着一具人类的尸体 而这具尸体正是之前被袭击的渔民 可他不但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选择跟了上去 很快他就跟着野鹿看到了一坨巨大的肉流 还看到了消失的北极熊 肉流上长满了触手 看起来并不是地球的生物 显然就是这种生物让北极熊再次复活的 就在小辫子看得入迷的时候 一只北极狐突然从身后袭击了他 嘴巴里还伸出了恶心的触手 小辫子赶紧从腰间掏出小刀 一刀就送走了北极狐 接着甩开尸体急忙起身开溜 可在他走后不久 感染寄生虫的北极熊和野鹿就走了过来 北极熊从眼睛里伸出触手 发现北极狐已经彻底躺停 于是就发出了愤怒的吼叫 小辫子回来后 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同伴 可他们又怎么可能相信 殊不知就在这时 记仇的北极熊已经跟着来到了小镇 首先遭殃的就是一名正在摸鱼的警察 他看到北极熊竟然出现在这里 于是试图将他赶走 可警察并不知道这是一只变异的北极熊 他不但没有离开 反而扑过来袭击了警察 就这样 寄生虫进入了警察的身体 与此同时 小辫子还在试图跟同伴说明刚当的事 谁知就在这时 已经彻底变异的警察就东倒西歪地走了进来 那面目争鸣的样子明显就不对劲 然而怪物的目标却很明确 静止走向了一旁的小辫子 接着从手掌伸出了恶心的触手 看到这一面 屋里的人顿时被吓得四散而逃 反应过来的小辫子也赶紧往楼上跑去 可怪物却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在后面紧追不舍 虽然小辫子及时跑进卧室 还用床把房门也挡了起来 但他却低估了怪物的破坏力 眼看对方就要破门 小辫子只能从窗户爬出去 在怪物追上来之前跳到了楼下的车厢里 而小美则趁机从身后靠近 给怪物来了个不讲武德 解决掉怪物后 小美赶紧拉着小辫子跟其他人会合 可小镇上的大人基本上都出去工作 剩下的人大多数都是小孩 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小美却突然想到自己的妹妹还在家中 果不其然就在这时 那个感染寄生虫的渔民已经来到了她的家里 看到眼前这个怪叔叔 小女孩吓得糖果都掉在了地上 下一秒怪物朝小女孩步步紧逼 直至把她逼到角落 眼看怪物伸出触手就要感染小女孩 危急时刻小美及时回到家中 把妹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她叫其他人带着妹妹赶紧离开 自己留下来拖住怪物 等到他们安全离开后 小美趁机钻进卧室 也从窗户逃了出去 可她刚来到马路上 那只怪物也跟着追了出来 途中还遇见了变异的警察 情急之下 他们只好躲进一旁的集装箱里 然而怪物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爬到集装箱的上方不停地撞击着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很快怪物便停止攻击 选择站在门口守住带兔 趁着这个间隙 小美赶紧给父母打电话求助 结果父母的手机放在一边根本就没有听到 随后他们又拨打了报警电话 虽然电话是打通了 而警察也很快赶了过来 只不过刚下车就被怪物给袭击了 唯一获救的希望破灭 可一直待在这里又不是办法 于是他们经过商量 打算自己对抗怪物 只见小美拿着一根铁棍 而小辫子拿着一件衣服吸引怪物 很快怪物看到衣服后 果然被引了过来 小美趁机朝着怪物的面部狠狠插过去 三人赶紧跑出集装箱 剩下的人则继续留在里面 原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逃走 而是回到家中各自装备好武器 准备跟怪物决议死战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三人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然而等他们回来时 却发现那两只怪物竟然不见了 不过三人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随即就开始四处寻找 很快他们就听到小巫旁似乎有动静 于是就叫小胖拿着鱼网爬上去查看 可结果却发现是一只狗狗 然而就在小胖放松警惕时 一只怪物突然袭击了他 两人赶紧上去帮忙 只见小胖和怪物被鱼网缠在了一起 小辫子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拿起四十米大刀朝怪物狠狠地砍了下去 就这样 他们成功解决了一只怪物 这时另一个男孩骑着车子回到了小镇 得知镇上出现怪物 而他们正在与怪物对抗时 他也果断选择了加入 为了引出剩下一只怪物 小辫子主动站出来作为诱饵 而小美则拿着猎枪趴在不远处随时准备射击 这个方法果然很有效果 怪物很快就出现在视线中 可关键时刻小美却掉了链子 连开几枪都没能打中 好在他们有二手准备 在地上提前布置了陷阱 眼看怪物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男孩果断开着车子拉紧绳子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 怪物竟然伸出触手咬断了绳子 并且朝一旁的小辫子追了过去 小辫子见状急忙逃跑 最后慌不择路地钻进了一栋房子的下面 这里非常狭小只能趴着前进 但对于怪物来说却非常有利 小美赶紧来到另外一个洞口接应 可由于洞口太小 小辫子半天都没能爬出去 很快怪物就追了上来 并且伸出触手抓住了小辫子的小腿 好在这时另外两名同伴及时赶来 硬生生把他从洞口拉了出来 但同时怪物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小美只好让女孩在原地照顾小辫子 他则带着小胖前去寻找 很快他们就在地上发现了怪物的踪迹 去的方向刚好是小美的家 于是两人就跟着来到了家里 但他们并没有看见怪物 而是看到了下班回家的父亲 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发现地上出现一件带血的衣服 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那只怪物就从一旁将它扑倒 小美想要上去帮忙 结果却被一拳打飞 好在小美并无大碍 可转头又看见怪物正按住父亲 伸出触手准备感染他 与此同时 更多的寄生虫从门缝地下还有窗户上爬了进来 小胖见状 赶紧将小美从柜子底下救了出来 在父亲即将被感染时 小美果断捡起地上的鱼叉刺了过去 接着拿起砍刀又补了一刀 怪物终于被彻底解决 而随着它的倒下 爬进屋里的触手也瞬间失去了生命 最后整个寄生虫的母体 都伴随着一束强光逃之夭夭 看来它们打倒的不仅仅是几只怪物 而是一种试图入侵地球的外星生物